你们就是我 我们现在 我和房子现在最大的底气 真的 所以跟宝子们聊聊 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聊聊我个人的想法 房度中国行 我觉得我是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的 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的 怎么讲 大家现在也都知道 因为任何一个 我觉得一个自媒体账号也好 或者说一个团队也好 它总会遇到一个瓶颈期 我们现在呢 其实就处于一个瓶颈期 但是呢 在这个瓶颈期之中呢 又有这么多宝子在这支持 说真的 我觉得的的确确是 你们就是我 我们现在 我和房子现在最大的底气 真的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房度中国行呢 因为 我也想去你们所在的城市 我们在你们所在的城市能够见面 我觉得这个样子 算是线下的一种违馈吧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啊 就只是一个文化热爱者 爱好者而已 对 有幸 有幸被大家所发现 我觉得我们之间不能算是 算是说粉丝这样一说 我觉得就算是文化爱好者 算是朋友 算是朋友 算等到房度中国行 需要走完需要多久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半年 也可能几个月 也有可能忽然之间 我们都不在了 不在互联网上 所以既然 我的这种 咱所谓的这种 粉丝见面会 没有办法做 那么我们就做 房度中国行 我就以舞台的形式 以当地 当地的文旅宣传和支持的情况下 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会面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公主你收服于天气 嘿 公主你 真好美丽 年年都有几日 随随都有紧张